如果你現在覺得你現在有一點辛苦 那恭喜你現在正在上坡的路上 就是你已經從谷底離開 我覺得還是也把這句話送給大家 在我的心裡算是差不多就是告一個段落的 但你說就完全好了嗎 也沒有完全好 那我覺得這個有沒有完全好這件事情啊 不是說今天好了我就可以放縱 然後還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一生都要去對抗他的 就是防止復發的一個疾病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但是我還是會開開心心的就是正向面對 對 也要跟大家呼籲就是動完手術的患者 其實病友們啦 就是這邊很容易會沾黏 那你越不動越容易沾黏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動 無論那個洞是有一點喘的還是不是很喘的 伸展都是必要的 會痛會痛 但是你不拉就更痛 就很像五十肩那種概念你知道嗎 欸你有沒有五十肩 我也沒有啊 我聽過有些就是長輩有講 就說啊都舉不起來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也嚇我 我開完刀就只能這樣子 根本沒辦法超過也沒辦法舉高 完全不行 升職 對升職就痛到爆炸 可是你看我現在都可以啊 他可以不算 我每天都要動 呃我有做一些像瑜伽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和緩的運動 包括重訓 我說和緩的運動是不是 呃有氧的那一種 對因為我有氧真的不能做太久 我會喘的很厲害 然後我疫情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肺功能感覺變好差 所以我有氣喘 我就必須要噴藥 我是定期要噴藥的 早上晚上醫生叫我 一定要乖乖噴 有啦有啦有 有提到我覺得 就是講說 因為那時候我就 呃後來就在 外面的旅館住了一陣子 對然後回到家 差不多準備要開始拍YouTube的時候 就發現我外婆過世 那段時間我還在整理個外婆 我外婆七月過世嘛 然後忙到八月 心情快好一點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講說 我姑姑快不行了 我心想說也太慘了吧 然後後來我姑姑 果然九月底就走了 所以我姑姑今年九月二七 也是滿一周年了 對所以我覺得 去年 真的是我人生最慘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但是你想說那個慘 人家會 人家就 有講完句話 他會說 呃如果你現在覺得 你現在有一點辛苦 那恭喜你現在正在上坡的路上 就是你已經從谷底離開 我覺得還是也把這句話送給大家 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真的有一點辛苦 跟有點淒慘的時候 表示你已經慢慢 往好的地方去了 對 今天我沒有抽脂肪 是整塊切掉到衣上的 對 肚子 肚皮 對 補刀胸部這樣子